这次乡公所圣诞岁末联欢晚会圆满落幕 而其中办理的环保创意圣诞树比赛 最后是由瑞美社区发展协会拿下了第一名 带回了6000元的奖金 而乡公所也决定延续圣诞节分享欢乐的气氛 展示在公所前广场的圣诞树也将会展到明年的元月12号 来要陪伴大家跨年迎接2024年的到来 上周22号的晚上在瑞水乡公所圣诞岁末联欢晚会上 热闹启动点灯的环保创意圣诞树 火树银花点亮现场欢乐气氛 除了各社区协会社团的歌舞表演 也有在地小农谈委市集现场人潮爆棚 共同欢度圣诞佳节的同时 迈入第五届的环保创意圣诞树比赛 今年共有8只社区部落以及教会团体参赛 经过评选结果 第一名由瑞美社区发展协会 拿下6000元的奖金 二三名依序分别是由 阳带柳氏中青会奖金5000元 瑞祥圣教会拿下4000元的奖金之外 今年首度办理网路人气票选结果也出炉 由阳带柳氏中青会拿下了3000元的奖金 相公所肯定也感谢社区部落 以及教会团体的支持配合 由于今年每件作品 独具巧思也充满了各社区部落特色 入夜灯光绚烂夺目 因此相公所为了延续欢乐节庆的气氛 也决定展示在公所前广场的 环保创意圣诞树作品与大众分享 从即日起展示到明年元月12号 陪伴大家挥别2023年 迎接2024年新年的到来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